不說大家可能不知 這七個銅像大約四百歲了 為了保持這麼英俊 修復的工作就一定不少了 文化局會於11月16日至12月5日 修復大三巴牌坊臨面上的兩個銅像 期間部分時段有臨時遺風措施 但不影響大三巴為止的開放 包括墓室和天主教藝術博物館 兩個率先要修復的銅像已經被移走 至於牌坊上其他五個銅像 由於在較高的位置和修復難度比較大 所以會先吸收今次的修復經驗 在明年再修復其餘五個銅像 到下方了 歡迎收看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